欢迎收听有声小说 鬼谷 第四部 一双筷子 本书由市厅书院制作 第六集 办完了摄影师 风君子还要赶回办公室去上班 他现在确定了唐木家族的人在六十年后又回到了滨海 并且派人在龙王堂一带活动 那一天他和常吴等人在金沙村调查一家屋口离起死亡事件的时候 陶木人的手下也在龙王堂不知道干什么 风君子已经断定有人在龙王堂利用废弃防空洞存放可疑物品 这些物品很可能是合肥料 但是现在他不敢肯定这件事情与陶木人有没有关系 如果陶木人在龙王堂找六十年前什么东西 恐怕也不能找到防空洞里去啊 因为那些防空洞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修成的 前后差了三十年时间 不过这也难说 陶木人也未必了解中国这段历史 风君子想了想 还是先从那个崖平渔场的资料开始查起 主要是查看南大科技这个上市公司的历史资料 一般来说退市公司不在决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公告 他们的相关消息已经淡出了公众视野 然而今天却有一则报道出现在营业部的盘面信息中 是关于退市公司南大科技的重组最新进程的 这则报道则引起了风君子的注意 报道很简单 滨海有一家民营企业 最近收购了濒临破绽的南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任股股权成为新的控股股东 新股东进入之后 计划注入优质资产进行重组 南大科技有望从此获得新生 这样的内容在证券市场中算不得什么新闻 但是这家企业的名字却让风君子吃惊不小 要重组南大科技的是金州集团 而金州集团的老板是风君子的老同学周宋 周宋是谁呢 周宋是滨海房地产界 近几年出现的一位新贵 他是风君子与常务的中学同学 以前一直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 但是一年多之前因为一件事情 与风君子之间有了说不清的恩怨 已经好久没有相互联系了 周宋靠房地产开发起家 先后在滨海西安光州建江等地开发过房产项目 近年来组建了金州集团 所经营的产业延伸到很多范围 目前身价已经数亿 在滨海商界也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但是风君子对周宋重组南大科技却非常不解释 他知道周宋这几年确实很有钱 但是恐怕还不足以去填南大科技这个烂摊子 周宋是一个私营企业老板 不会用自己的全部身价去干这样一件费力却未必讨好的事情 除非其中有什么别的原因 按照一般的规律 上市公司重组中的股权转让 董事会接管 资产控制早在正式公稿出台之前 基本上就已经开始 这个时间差不多是半年左右 那么就是说 南大科技原有资产 包括龙王堂的崖平渔厂 很有可能早就是属于周宋的产业 风君子并不关心南大科技的重组 而是关心周宋与那个渔厂的关系 那个渔厂目前最有价值的 就是那块地皮了 而周宋就是做房地产起家的 收购南大科技之后 不会不注意到这么一点 那么渔厂里的防空洞所发生的事情 周宋也应该知道 这难道就是周宋重组南大科技的原因吗 风君子与周宋之间的恩怨已经快两年了 他实在不愿意去面对 只个为赚钱而不择手段的老朋友 但是天下似乎很小 有时候想躲都躲不开 这是在荆州集团总部的会议室里 董事长周宋总结请发言 意味着会议接近尾声了 他说 关于重组南大科技的方案 就这么定下来了 关于资金问题 诸位不用操心 我会从集团外募集资金的 不会影响到荆州集团目前的经营 还有其他事情吗 周总 还有一件事情向您汇报 发言的是荆州集团的总工程师老梁 周宋看了梁总工一眼 总工有什么事情吗 最近集团收到一份通知 是关于建筑工地加强安全防护的 按照劳动局和市安全产生办公室的最新要求 我们所有工地都要求更换新的防护网 并且为施工人员购买人身安全保险 周宋说 你算过了吗 需要多少钱呢 按照标准要求 一个我们公司现在的业务规模 每年大概需要增加开支七十万 周宋鼻子里冷哼了一声 没这个必要 这笔开支太大了 现在工地情况确实有安全隐患 如果发生伤亡事故怎么办呢 周宋说 梁公 你是公司的老人了 我们公司这三年建安工程的规模都差不多 总共发生过几起事故呀 一共发生过五起事故 其中上报两起 总共四死两伤 这个数字不小啊 除了这些事故 总共花了多少钱呢 给家属的赔偿费 丧葬费 医疗费 总共四十多万 那你应该学过数学 三年两百多万的额外补贴支出 只能节约这四十多万的费用 我的脑子又没进水 怎么会办这种蠢事啊 梁总共说 周总 人命管天 账不能这么算啊 周宋说 我不知道你说的贴是什么东西 但是一百万的钱就是我自己的 你没有经营过一家企业 你不明白这个道理 这个问题就不要再谈了 散会之后 周宋回到自己办公室 刚刚坐下就听见敲门声 梁总公又跟着走了进来 周总 刚才的事情还没说完呢 就算你决定不按照通知办 上面来检查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呢 梁总公啊 其实这件事情呢 我早就知道了 也安排好了 你刚才也算过那笔账 按照上面的规定 三年呢 我们要支出一百一十万 而实际上呢 能够节约的费用不到五十万 如果我在这额外支出的一百六十万中 拿出三四十万 去和安全生产部门的人沟通 公司还是能够多出一百多万的利润的 是不是 你说我应该怎么做呢 梁总公说 周总 你想像上面这些领导 我们行贿吗 老梁啊 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办事未必一定要用违法的手段 但是不花钱是不可能的 花了钱呢 也未必就是行贿 现在有很多领导 自认为很清廉 从来没说过一分钱 但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他们的一句话 可能要花费别人很多钱呢 梁总公说 我确实不太懂 我就是一个搞技术的 我不希望我负责的工地上继续出人命 周总 你可以选择不采取措施 那我也辞职不干了 行不行 周总文言 略感意外 瞪大眼睛看着老梁 过了一会儿再说 你也跟着我干了好几年了 你不仅是个好人 而且是个难得的好总工程师 我一直非常记住你 你今天突然说出了辞职的话 其实我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劝你先考虑考虑 至少明天早上你再做决定 今天晚上你陪我去个地方吃顿饭 吃完饭之后呢 再和我一起陪一些客人 然后再决定辞不辞职怎么样 陪什么人呢 我已经说过了 这件事情我早就知道 而且早有安排了 其实啊 今天晚上要请的是 发那份通知的部门的工作人员 你既然关心这个事情 就和我一起去吧 第二天早上 在周总的办公室里 仍然是梁总工与周总两人之间谈话 老梁啊 你也看见了 在那些人眼里 你我就是贱面 他们根本没把我们的血汗钱当钱 你我的死活呢 也与他们无关 你也许认为 我的工地那些民工很无情 实际上 你我的处境不也是一样吗 梁总工低着头 似乎在想什么事情 最后终于抬起头来说 周总 我决定还是收回我的辞呈 我会尽量在有限条件下 改善工地安全状况的 周总笑了 哎呀 梁总 你很像我一个信封的老朋友 是不是 你的缺点呢 是没有他那么聪明 有才感 但是你的优点就是 没有他那么固执和倾高啊 这时候电话响了起来 周总拿起电话 只听外监秘书说道 周总 一位信封的先生没有预约 但非要见你 我拦不住他 他已经进去了 周总放下电话 苦笑说道 哎 我这张乌鸦嘴 说早早 早早就来了 小梁啊 你先出去工作吧 梁总工推门出去 封君子已经闪身走了进来 一面走 他一边说 周总 当大老板的 想见你一面 还要预约呀 差点被人挡在门外了 周总起身迎来上去 原来是 封板仙大下光临 我们这里 没有人会拦你 你要来 我随时欢迎 就怕你不愿意来 封君子在沙发上坐下 真的吗 我怕有人看见我 会不舒服 周总给封君子 端上一杯绿茶 也在他面前坐下 说 我们俩的恩怨 都已经过去很久了 该忘记都忘记 快两年了 你也不给我打电话 还好你今天 终于来看我了 封君子说 你知道 我今天为什么来吗 不知道 在等你说呢 我今天来 是想跟你讲个故事 你要不要听啊 封君子与周总 快两年没见面了 一见面 封君子要讲故事 在别人看来 是莫名其妙的 不过周总 似乎并不感到太意外 封君子 你一点都没变 一开口 就是没头没尾的 说事情 是什么好听的故事 也要专门跑过来 讲给我听啊 这故事啊 稍微有些长 不知道 周总这个大忙人 有没有时间呢 周总说 对你 我是有时间的 说完 急身打了个电话 同志各部门 今天早上的办公会议 暂时取消 又坐回沙发先坐下 这样可以了吧 我们可以慢慢聊 封君子在沙发上 找了一个舒服姿势 做好 向四周看了一圈 似笑非笑的说 你的办公室很气派呀 布置也很讲求 他样子 是找风水先生看过 我说的没错吧 你封君子的眼力 自然是不会看错的 我们搞房地产 就讲究这个 我也是随俗而已 世界上 有一种人 说不清楚 他们信不信鬼神 但是 他们就在办公室里 供奉一些法器 目的 不是向神求宽恕 只是想得到 神灵的保佑 你说 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 周总说 好像这方面 你比我在行啊 你说说看 封君子说 无非是两种心理 一种是贪婪 希望得到更多 另外一种 是害怕 因为他做过很多 欠不得人的事情 周总 干笑两声 没有接这个话题 而是问他 你不是要讲个故事吗 到底是什么故事 封君子 端正身体说道 我最近看了一部 意大利的电视剧 是经费题材的 男主人公是一位警长 故事非常长 讲的是这位警长 与西西离岛的 黑手党之间的斗争 你看过没有 我没看过 那部电视剧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封君子说 很多地方 跟一般警匪片一样 没什么特别的 但是结尾前一段情节 却很有意思 西西离岛的 黑手党家族 与意大利境外的 黑社会集团 做了一笔大买卖 他们想收购 西西离岛海外的 一座小岛 这个小岛 有一个废弃的银矿山 矿山下面 密密麻麻的 全是坑道 可以用来做 隐蔽的仓库 周总说 找一个仓库 没必要这么麻烦吧 封君子说 普通仓库 当然没必要什么麻烦 但是 这个仓库 是用来储存合肥料的 据说 这种生意 比走私军火 和贩卖毒品 更赚钱 你说是不是呢 周总眯着眼睛说 这我也不懂啊 我是个搞房地产的 封君子说 故事还没完 这个电视剧的结尾 我还没看到 但是 我现在 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 黑手掌赚的钱 会怎么处理 怎么样 才能洗白了 恐怕 需要通过一家 合法的公司 才可以吧 如果发生 在我国的话 可以收购一家 面临破产的公司 然后将它重组 重新包装盈利 这样既能够赢得生育 又能够洗白黑钱 你说 是不是两全其美呢 如果一家上市公司 就更好了 周总 我听说 你收购了一家 退市的上市公司 周总说 我们集团 重组南大科技的事情 你也知道了 不过 我还没你 那么丰富的想象力 封君子说 我也不是光平想象 我听说 最近龙王堂的尖沙村 一家屋口人 同时死于白血病 也不知道 医院是怎么确诊的 这种事情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 这家人同时遭受 强烈放射性核污染的辐射 俗话说 抬头三尺有身灵 你相不相信 这个世界上 有包赢的 周总说 不要跟我谈这些 我是个无神轮车 彻底的唯物主义 凤君子说 我们还是讲故事吧 那位警长 给了西西里 黑手党头目 一个改过资金的机会 阻止了这个交易 那批核飞料 又回到原来的地方 一切就像没有发生过 周总深吸一口气说 真是个大团圆的结局啊 那位警长 最后怎么样了 封君子 长叹一口气 警长死了 死于黑社会的 乱枪之下 周总也叹了口气 那你说那位 改过资金的 黑手党头目呢 说实话 也死了 他是自杀的 原来不是大团圆啊 是个悲剧的结尾 我可不希望 这种悲剧 与你我有什么关系 还好 我不是黑手党 你也不是警察 我们两个人 有个脏心情的老朋友 你说长武吗 长武也看过 这部电视剧吗 他很忙 还没看过 那就没必要看了 他是个好人 不应该接触太多 阴暗的东西 这种事情 接触太多 确实没什么好处 我今天来讲这个故事呢 也许对我也没什么好处 但是 我们毕竟是老同学 老朋友 尽管以前有过节 但是我还是希望 能拿你当朋友看 周松 你这两年来 寒阳功夫是越来越好了 听见什么事情 都能面不改色 但是 有一样东西 却骗不了人 什么 眼睛里的瞳孔 根据科学研究表明 人的瞳孔大小 会随两种情况变化 一种情况是 光线明暗 光线越暗 瞳孔越大 另外一种是 内心的喜悟 听到或看到什么 害怕的东西 或厌恶的事物 瞳孔会收缩 封君子 我知道 你从小喜欢给人看相 就不要扯什么 科学研究表明了 你的故事说完了吗 说完了 还有件事情 要问你 你认不认识 桃木剑刺 或者桃木人呢 什么唐人呢 从来没听说过 是什么人呢 封君子仔细看着周松 摇了摇头 说 没什么 不认识 就算了 不认识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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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不认识 我认识